XML,那当然呢在开放资料里面排第三的 那其实跟那个 Jason的格式其实在伯仲之间 那其实他主要还是就是资料交换来应用 OK,那他的相关的名称 相关的解释 我想我在这个上面就有放 其实他主要是extend,Maga Language 等于是辅助那个HTML所产生的一种标识语言 其实跟那个HTML有一点点类似 那他的结构,因为HTML其实就是 他的Tag,他的标签名称的话 基本上就是小于跟大于之间 中间就是Tag名称,有个头有个尾 所以呢其他结构 这个我想后面我们再来谈好了,HTML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个HTML XML的那个相关的优缺点 那这边的话其实有几个,我在网路上有查到 我觉得还比较相,可能要大概要知道一下的 比如说包含哪一些 第一个HTML他的优点 他主要就是可以支援所谓的分层这个结构 OK,就是类似跟资料库一样的架构 所以将来如果你转换到资料库里面 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事情 另外的话,因为我刚刚提过 他是HTML的一个延伸 Extensible,Market Range 所以其实呢大部分这个浏览器都有资源 也就是如果你假设要开XML档 其实你直接用那个浏览器开应该都没有问题 那再来的话 其实也可以拿来当成API来做资料交换 OK,然后处理那个大量的语法 就是有意义的语法的数据 但是他有一些缺点 当然缺点部分的话其实也蛮明显 第一个档案比较大 而且语法可能甚至有些部分 比Jackson还要来得更复杂 那不像Jackson可以类似像一个物件这么简单 OK,然后数据储存的这个重要性 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那底下的话也许啦 那当然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了解起 像我们刚刚有用到PN25啦 那PN25其实这个练习题我觉得还蛮好就是 他基本上都有提供除了CSV Jackson 其实他有提供XML 那因为我们对这个架构蛮熟悉的 所以如果我假如说呢 利用这个XML其实你们也可以相比较一下 那这边的话当然点击他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他这个资料的网址 其实好像我印象中前面都一样 只有Format等于后面这个名称不同而已 所以他其实有点利用那个网址后面的那几个字不一样 来决定说他Server应该丢什么资料给你 其实这也蛮聪明的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主机上面呢 其实主要是看后面 Format的这个参数里面带什么过来 然后他就丢什么资料回去 OK,所以点击他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如果我点击他的时候他不像Jackson是直接弹开来 他是直接下载 那下载的话呢,这边来看 名称好像跟刚刚那个满下AQX 底线P,底线02 只是说副档名是XML 那再来的话你想说那我下载之后的话 我要怎么去解析他 那首先的话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开启 如果直接开启我看一下他会用什么 他会用那个浏览器 那你会发现 因为我电脑预设是IE浏览器 所以你会发现他直接就把IE打开来 或者是你用Chrome浏览器也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架构 基本上呢就跟之前那个Jackson不太 Jackson的话前面还有好多的key 其中一个key是recourse 可是你会发现 在这个XML的话他的架构 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吧 我分享一下 谢谢 对 接下来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 我已经把那个就是打开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其实他这个XML 那你可以看到呢 当然你前面一样可以做收折 那我这个时候是用那个IE浏览器开啦 如果你用别的浏览器开 其实道理也是差不多 他一样可以支援收折 那你会发现他有点像是一棵树 树枝 枝叶有没有 这边有个data 所以呢底下这个是有点像是一棵树 然后他的树枝 那底下就是他叶子 可能有这么多 总共有五个栏位 那你会发现他其实 刚刚提到浪费空间的地方主要是这个标签 因为那个标签开头 还有一个标签结束 那标签结束的话呢 其实就是在那个小于符号后面加一个斜线 那当然相较之下啦 前面当然Jason其实已经很浪费 因为他key key冒号 那你会发现Jason为什么会更浪费空间 因为他的key 的部分还重复了 前面有后面有 他这个是一个标签 前面是什么标签 开头后面是什么标签 是一个结尾 OK有头有尾 那将来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取得这个标签里面的test 文字部分 所以呢 当然以这个资料来看 他基本的架构就是第一个 他这一棵树 假设你把它当成一棵树来看待 那这棵树的话呢 他里面的枝 就是叫data ok data底下的话有叶子 总共有 有这总共五个啦 所以等于 假设数字分出去有五片叶子 那叶子里面的话呢 各放一些资料 这大概有五个资料 所以呢 我们大概知道他的结构啦 当然这个地方 其实我也有一个 找了一个 其实类似像Jason Edit 我们刚刚是Jason Edit 那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要用什么呢 有没有像类似Jason Edit的 叫XML Edit 有没有 其实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将来假设要 了解他的树状图 除了用刚刚的方法之外 其实类似像这边也是一样 你可以怎么把刚刚这个资料打开之后 Ctrl-A Ctrl-C 然后直接把它贴到这边来 ok 所以把它Ctrl-A 一样Ctrl-V贴上 ok 那你会发现贴上之后的话 你一样可以把它变成一棵树 一棵树可以把它变成树状图来看待 可是贴上来的话 它好像格式会跑掉 所以我干脆RAWDATA好了 把这个DATA读进来 那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直接取得那个刚刚的这个路径 直接把它贴过来 或者是说你把档案下载之后的话 再喂给它 一样可以 所以 使用的方式也雷同 那只是说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怎么样 帮我们一样做一个树状的分析 OK 一样把它分析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树状图 它这边有个format 然后 可以让我知道说 它这个树它好像没办法 还是说 这一个标签 它漏进来变成一个网页 OK 那 这个的话 我等一下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 把这个资料 就是在格式化一下 那当然 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这个XML的架构 待会的话一样 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个资料取得的话 那还是第一个问题 我不确定如果你的版本 有没有这个XML 如果有的话 你试试看 从那个什么 从资料 从档案这边有一个 从XML 的一个选项 那一样 我把那个连结的部分 把它 贴到这里 让它去抓一下 这个XML 那一样它这个地方会解析 这个位置 另外还有一点 刚刚出错的原因 大家知道了 因为 在那个 开放资料上面 有的时候 它那个前面 复制的时候 它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空白 所以有的时候会造成那个网址的错误 这个部分可能要小心一下 所以刚刚的问题 应该 应该是 这个地方 如果我用 刚刚的 XML Edit 那我一样 LowData的话 我可以把那个网址 所以你贴上的时候 可以把它按一个 Home键 让它移到前面 Home按下去 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 那 它载入的东西 理论上是OK的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个 去做一个解析 这个是 XML的Edit 我们一样 这个地方 确定说它前面 假如没有空白 然后把它开启 剩下来的部分 其实就跟刚刚那个 JsonEdit 这个Json的格式 还蛮像的 只是说差别的话 它第一个 反正它们同样的 都是会先把它载到 一个 一个类似像 Power Query里面 那你会发现 这个XML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它连结找到之后 它会问你说 那你的资料会放哪里 我们刚刚有看它的结构 它的结构基本上就在Data 里面 所以呢 你如果选取Data的话 有点像是这个Data里面 其实就是装了所有的 资料 那它的 标签的话 分别有五个标签 OK所以它会帮你把它变成有一个 这个表格的形态 你看这个没问题 编码也没问题的话 实际上就可以直接载入了 OK所以 如果跟那个 Json比起来的话 似乎用XML在这个地方 来解析 好像会更简单 那一样的道理啦 这个地方它 跟刚刚的那个 Json 它一样会产生一个查询 所以如果假设你 这个地方会经常性的 一段时间要更新资料的话 那不外乎就是利用它内建功能 按右键 这边有个内容 可以把它改成 多久时间 做一个重新 更新资料 那如果你不想这样做的话 你希望用程式自己去跑的话 那你一样可以把那个 刚刚的动作录制下来 然后呢 再把它变成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VBA的程式 那你只要执行它就重新RUN了 就变成手动模式啦 OK 那请各位呢先试试看 了解一下那个 XML的这个格式 我觉得我对我们的the 已经有非 我来说 这个 bet 你送我哪子 我来说 我要和你